嗨,我是小可爱若曦,欢迎来到若曦逛逛频道,听旅途见闻,看人文风景,聊商业话题,欣赏花式美食,还逛蒙宠天地哦! 不逛不知道呀,世界真奇妙啊! 今天的话题是,疫情期间回中国的隔离经历。 欢迎博学多彩的狗盛大叔来分享这个话题哈,欢迎小伙伴随时在评论区留言哦! 大家好! 疫情期间,非必要,不履行。 如果必须履行,回到中国前,需要先经历四个步骤,办妥护照,签证及机票,完成核酸和抗体检测,拿到健康绿码和入境健康申报红码,旅途防疫和入境流程。 然后进入落地城市隔离酒店集中隔离,解除落地隔离转运至目的地,按目的地要求再次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 我先给大家看看团队成员飞去西安的沿途情景吧。 飞行还是惯常的飞行,与往常不同的是全城口罩式标配。 感觉机场人很少,机场地勤和机上空勤都穿着防护服。 到达机场check-in时,除常规的查看机票查看证件外,增加查验健康绿码和入境健康申报红码。 然后过安检前拍照,登机前送来酒精洗手液给每个乘客洗手。 登机后空节礼貌温柔地上来用额温腔给乘客测体温,途中会再测一两次并做记录。 落地时先叫体温,似乎有点不正常地先下机,停机平旁有专车节奏。 然后才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次序下机。 走隔离通道,落地再做一次核酸和抗体检测。 检测的方式有些痛苦。 完成入关各种手续后,花25元购大巴票,等候大巴来接去隔离酒店。 等了继一个小时,大巴终于来了,行李箱已经被送达后车大厅外,有老人和小孩同行的先生,大家顺序上车,大巴送去哪个酒店就去哪集中隔离,没得挑选。 进隔离酒店大致的流程如下,行李消杀,测量体温,双手消毒,在酒店大堂填写入住信息表格,排队办理入住手续。 入住前一次性付清房费和餐费,14天大约6500元人民币。 隔离期间两次核酸检测费用在检测时支付。 然后领取防疫用的洗手液,体温计等每人一小袋,带行李上楼关门,电梯关闭,14天集中隔离不出房门,不下楼。 我来给大家看看境外人员落地西安后,花6500元人民币吃住14天的隔离酒店长啥样? 三餐伙食都吃啥? 三餐伙食都吃啥。 三餐伙食都吃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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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天晚,拿到检测报告就可以解除落地点集中隔离了 终于结束了西安的落地集中隔离 防疫专车从酒店接送到西安机场 凭西安集中隔离解除报告 专人陪同办理登机手续 全程佩戴N95口罩 转运飞往团队公务目的地隔离 同样,防疫专车来接机,直接送入隔离点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团队公务的目的地隔离吧 很幸运,安排在一个温泉度假村的别墅里 又一个14天隔离来了 同样,竟外来人抵达当日做核酸 每七天防疫人员上门做一次核酸 平阴性检测报告解除隔离 同样,隔离期间服务员不进房间做清洁 自行打理,每天把垃圾放到门外 防疫人员收取并统一消杀 这次隔离空间大 可以在别墅里运动 室内泡温泉 三餐送到门口 窗外风景一人 顿感工作效率提高了 虽是隔离不出门 温泉度假和实时工作两不耽误 回国后 碰巧途经北京大兴机场 也分享给大家 北京大兴机场 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场 它也是继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的 北京第二大国际机场 这座崭新的大型航空枢纽的年旅客吞吐量 你达到1亿人次 设计蛮有现代感 特别值得一提 国内隔离酒店和防控工作人员 工作都耐心细致 很严格 病毒可以被隔离 但温暖不会被隔离 在严密的防护服下 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我们清楚你们是为了谁 相信大家同心协力 一定可以尽快战胜病毒 早日让跨国旅途回到正常和轻松 以上分享 仅供参考 入境隔离政策各地不同 并且不断更新 目前隔离最久的城市是56天 非必要 不旅行 若必须紧急旅行 请提前了解最新回国隔离政策 感谢狗盛大叔分享疫情非常时期回国的经历 若西逛逛频道已经做了七期新冠疫情专题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 喜欢若西逛逛频道的小伙伴 别忘了做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哈 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会让我更加努力的 谢谢观看 下期见了 下期见了